男子遇见了年轻时自己心中的初恋女神 两人很快就到了酒店 曾经的遥不可及 现在触手可得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来这个男人的家族拥有超能力 当男性20岁时就可以穿越时空 但他们只能穿越到他们存在过的地方 因为这个技能 他的祖父成为了世界首富 他的父亲 读遍世界上所有的书 而轮到他时 却只想用来泡妞 在这个炎热的暑假里 他们家来了一个名叫龙徽热情似火的姑娘 天使的脸蛋恶魔般的身材 苏木忍不住打个悸动 但他总是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这不 为了追到自己心爱的女孩 他不断穿越时空 但无论他做的多好多么出色 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就是不喜欢你的人 永远不会爱上你的 苏木的初恋就这样无疾而终 毕业之后 父亲让他进城 去见他的一个老友 他本以为城里有很多女孩 没想到法学界里几乎都是男人 即使是雌性文字也很少见 所以他度过了六个月的单身生活 直到今天晚上 苏木终于受不了了 为了寻求刺激 他和朋友来到一家盲人经营的餐馆 里面很黑 双方依靠听觉和触觉进行交流 空气中充满了荷尔蒙 听着那头有趣又温柔的声音 他的心中更加兴奋 终于美女出现了 一道道灯光打了过来 正好照在女人的身上 搭配那甜蜜的笑容 苏木直接坠入了爱河 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 在回家的路上 苏木兴奋又高兴 可他回来 却发现自己的朋友非常沮丧 原来他用心导演的戏 被一个不会被台词的主演搞砸了 竟然出现半小时的妄词现象 为了安抚朋友 苏木决定使用他的超能力 他早早的就来到了舞台旁边 冲作人形提词器 最终演出顺利进行 回来后去发现 心爱女孩的手机号码竟然不见了 原来是因为时空穿越 他无形中改变了一些现实 就像蝴蝶笑语一样 上天安排了有缘人的缘分 就在苏木茶饭不思的时候 是有递来的报纸内容 让他又振作起来了 在之前的聊天中得知 清果非常喜欢模特舞家 舞家现在正在这里举办展览 于是他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甚至认为这里是自己的第二个家 幸好黄天不复有新人 魂牵梦绕的身影终于出现了 苏木紧随其后 紧张又兴奋 可随后晴天霹雳 清果其实是有男朋友的 看着爱的女孩 和另一个男人甜蜜的互动 他心都碎了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 他决定改变历史 于是他询问两人是如何认识的 然后苏木开始准备挖墙角 他来到一周前的一个聚会 现在是8点25分 他必须在8点30分之前 先一步找到清果 动听的音乐昏暗的灯光 清果独自站在窗前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苏木根据清果的喜好 开始了交谈 因为自己提前了解过 两人聊得十分投缘 清果甚至觉得 这是世界上另一个自己 苏木知道 清果不喜欢这样的环境 于是成功约他出去 就在这时清果的那个男友走了过来 凭借以往的经验 苏木的情商提升不少 当晚两人就成功地定情 他还进入了清果的家里 他们也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一些事情 但因为苏木是第一次 表现有些令人失望 为了给清果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再次使用了自己的超能力 一次两次三次 今晚的苏木 从青色的小男孩 成为了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接下来的几天 两人就像曼谦恋人一般 各种地方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 穿上自己最喜欢的睡衣 去参加派对 还见了清果的父母 但爱情怎么可能真的如此顺利呢 很快第一个考验就来了 当天苏木和同事在剧院观看演出 散场离开时 遇见了三年前的初恋 万千的情绪涌上心头 此时的龙奎似乎与以前不同了 对苏木很是感兴趣 不仅主动地约饭 还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 还要求把他带回家 但在紧要关头 苏木抵制了诱惑 他一口气跑回家 也许是因为自己放下了执念 也许是已经做出了选择 他请了他们经常遇到的爵士乐队 然后轻轻唤醒熟睡的清果 你愿意嫁给我吗 与其他戏剧性的求婚设计相比 苏木选择了清果最喜欢的方式 他将清果介绍给他的家人认识 大概是因为有缘分 家人都特别喜欢这个 温柔又有力量的女孩 婚礼如期举行 两人精心挑选 最终选择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 代表爱与激情 此时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清果身上 苏木紧张地在身前挪动着双脚 在大家的祝福中 两人结为夫妻 老天似乎都在为他们狂欢 一阵大风带着细雨 恋人在强风中接吻 大雨还是降了下来 似乎扰乱了这场婚礼 但人们很享受这场意外 虽然大家很狼狈 但每个人的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 不久之后 苏木的孩子出生了 是一个可爱的女儿 第一次当爸爸很高兴 家人们也给予了非常多的爱 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都让苏木感到非常幸福高兴 于是他慢慢地发现 似乎不再需要穿越时空的超能力了 然而 坏消息很快传来 妹妹被渣男打伤了 她酒后驾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她决定重新激活她的超能力 最终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但妹妹的脸上 却再也没有出现过笑容 感情的失败像永远的伤痕 落在她的心上 为了彻底拯救妹妹 这一次 苏木决定带着她一起穿越时空 他们来到了和渣男见面的那一天 因为有哥哥的支持 妹妹浑身充满了勇气 她要好好教训那个渣男一顿 而莫堵这一切的父亲 似乎已经明白了一些事情 但苏木此时并不知道 由于穿越时空的副作用 她的女儿变成了儿子 她被吓坏了 为了了解发生了什么 她回到女儿出生的那天 并打电话给她的父亲询问 她父亲告诉她 儿童是在特定时间 从特定受精卵发育而来的 所以如果中间有一个小的差池 一切都会不一样 为了留住自己的女儿 苏木没有再穿越回去 所以妹妹又出了车祸 看着病床上 妹妹毫无生气的双眼 她无奈的哭泣 这可能是妹妹命中注定 要承受的悲伤吧 回家后 苏木焦急的寻找女儿 幸运的是 没有出什么差错 可越是有能力 她便越患得患失 苏木想再要一个孩子 但最好不是男孩 因为男孩意味着 未来也会面临超能力问题的困扰 而通常一个男人成为父亲之后 就会快速成长 但这也意味着一些人的衰老 苏木父亲突然病重 是肺癌 接到通知后 仅剩下几周的时间 于是父子俩决定粗息长谈一番 就像一个古老的时空穿越者父亲 给儿子的一些建议 例如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日复一日的过 因为没有金手指 当苏木遇到挑战时 也感受到了很久 没有感受过的紧张和兴奋 当通过自己的那份努力而成功时 那感觉真的很好 她也变得更加珍惜感恩 渐渐的她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很多时候结果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其中的过程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一家人的脸色越来越严肃 但父亲却看起来像没事一样 经常在谈论一些琐碎的事情 讨论自己的葬礼 应该用什么花播放什么歌曲 可能是因为亲人即将去世 引起了恐慌 亲果突然想再要一个孩子 苏木犹豫了 但她看着亲果充满期待的眼睛 最后还是同意了 宝宝出生前 苏木回到了父亲还活着的时候 看着儿子眼里含着泪水 父亲什么都明白了 我的儿子我的父亲 这天父子俩共同决定举办一件大事 他们回到了更早的时间 那时父亲还是那么强壮 苏木还是那么纯真 他们在海滩上散步 踩在柔软的沙子上追逐海浪 这样的场景小说很常见 但现在均弥足珍贵 事实表明 人类的情感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很多 又到了圣诞节 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了亲人失去的事实 随着最后一个孩子的出生 苏木再也没有使用过他的超能力 他喜欢这样有遗憾的生活 穿越时空可能会享受到 掌控时间所带来的成就和满足 能解决过去的甘大和不愉快 但你还是没有成长 正是有了这些阻碍 才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原因 所以现在就提问 如果你有穿越时空的能力 你会选择做什么呢 有些人想回到学生时代 接受男孩的告白 有些人想努力学习 改变自己的未来 有人想要拯救自己搞砸的那件事情 有人想回到父母还在世的时候 好好孝敬他们 但电影啊 始终是电影 我们没有穿越时空的能力 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当下 当每一天都是我们平淡平凡生活的最后一天 时光倒流的能力 它最终教会我们的是 头也不回的向前走啊 我们下期待